農地新年倒數 而送禮需求跟著倍增 但是有別於以往 民眾送禮幾乎都是以食品伴手禮為主 今年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有不少業者推出了防疫春節禮盒 裡頭各種防疫小物 像是口罩啦 或是酒精等等禮盒全包辦 不論送禮自用都非常適合 另外還有應景的新年口罩禮盒 買氣也很行 紅通通的新年禮盒 打開一看五款不同花色的 應景口罩春節戴上散發濃濃喜氣 新的一年想要大吉大利發大財 就可以帶我臉上這一款橘子口罩 另外還有這一款超Q的小鯉魚口罩 讓你年年有餘 五種櫻花一次擁有 有別於以往農曆年送禮首選 幾乎都是食品伴手禮為主 疫情籠罩下的春節 不少業者推出口罩禮盒 獲得熱烈迴響 然後開始陸續搬 我到現在大概賣了五六萬 也就是大概有三百萬票 不知口罩禮盒買其航道報 這款防疫禮盒裡頭恐龍護手造 泡澡球 口罩 噴霧 統統都有同樣成為年節送禮的新選擇 根據去年過年期間相比的話 我們其實在禮盒的訂單銷售上 是成長了125% 其中有觀察到我們消費者最喜歡的 就是防疫相關的商品 可以在外面可以使用 居家室內也可以使用 而業者也同計最受歡迎的防疫小物 包含彩色口罩 平均一天可賣出三萬多片 另外水晶或礦石煤彩打造的 口罩鏈也很夯 再來就是隨身攜帶 而且造型可愛的棋手造 以及指尖觸控小物都有上榜 就連以往主攻養生保健禮盒的 藥妝店也搶供防疫送禮商機 工作人員忙著把加上口罩都補齊 因應春節送禮需求 不少疫情口罩都被搶購一空 連結進入倒數 新春禮盒玩出新創意 用來搶攻這波新年財 記者秋日清禮蘇以臺北 前面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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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